刀下留人 把自己留住 我陪我刚才 我都念一下 然后一件 啪 上期 热血之光第二次公演 战况激烈 至此 今天的三个淘汰名额 C5工作室 有两个淘汰名额 六倍光速 有一个淘汰名额 六倍光速 要离开这个舞台的是 张晓龙 有一点说不出话 啊 怎么会突然这样 不是说好要 一起走到最后吗 勤奋和江潮 将离开这个舞台 两个队员的 的战别我们 对 就 就 就挺讨厌自己 今天晚上的表现的 今晚 《传承之光》第三次公演 即将开启 为了更好地表达公演主题 四大工作室将迎来新年追光游园会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沉淀起的宝贵财富 是所有艺术形势发展的基石 正值新年之际 追光者们化身为玉树民风 才华横溢的追光书院的才子们 来到美丽的古风小镇 无锡 年华湾景区 参与新年国风明月会和武术创业剧场 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并将中华文化元素融入到舞台公演之中 在门舞两场比试中获胜的队伍将优先选择公演的歌曲 现在有请才子们登场亮相 掌声游起 见所未见工作室 瞒镜头 一看就是经常走红毯的明星 故意放慢速度 博取媒体的眼球 正常 正常 欢迎见所未见 掌声有请 3-5工作室 有请 哥哥们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新AD209工作室登场 有请 新AD209的气质 一看就是荒荡江湖多年的大小 下课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刘备狂说 刀下留人 把自己留住 我陪我刚才我都念一下 然后一天 那么下面我宣布 我们的新年追光游园会正式开始 马上启程去我们的第一站 武术闯关赛 请 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具有极其广泛的群种基础 使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 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 接下来追光才子们将要领略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武文化 南辰 这个厉害 这位老师非常的不简单 2014年 清澳会武术女子 相剑组 玄容贵军 漂亮 厉害 剑是中华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传统武术中 有着很高的地位 为兵器中之神 由君子之风 剑术特点是 轻快敏捷 潇洒飘逸 这个真帅力 太稳了吧 太稳了吧 好 好 帅 古代的枪是中华武术的常用器械 也称作为长兵之帅 百兵之王 枪术在我国历史悠久 主要动作为 拦 拿 扎 力求 枪扎一线 出枪刺潜龙出水 手枪辱猛虎入洞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要正式开始今天的武术闯官赛 闯官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追光才子们 挑选自己趁手的兵器 学习武术动作 然后拍一部武术闯关创意短片 最后呢 由专业的评审老师打分 考核的标准有两点 一 武打动作的形态和表现力 二 剧情要生动有趣 富有创意 首先有请上海电影制片场 特技队的老师们 给大家演示一下 优质的闯关是什么样的 请看 好 表演结束 我们为四个书院分别邀请了一位老师 到现场对大家进行武术动作的指导 各位可以进入SO 在寻聊派对中与武术老师 好好地畅聊 加深了解 也可以点击他们的头像 查看自己与他们的兴趣匹配度 选择一位最适合自己书院的武术教练 请大家打开SOAPP 打开追光者的武馆群聊派对 这个老师和我的兴趣匹配度是98% 也喜欢健身 我们选他吧 就是他吧 对 而且呢 武术老师们的头像 都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捏脸做成的 各位可以根据头像 在现场找到对应的武术老师 是戴帽子 戴帽子 对 现在挺多年轻人愿意学功夫 强身健体 是的 老师 我们找到师傅了 这是我们老师 对 好的 现在四大工作室都找到了自己的武术老师 我先慢走一下 慢走 来 我们慢走 来 第一下 走 反身挡刀 反身 挡刀 压完以后撤身 滑 滑 看到他 上来 一刀 两刀 三刀 压 压 推开 一脚 一脚 对 大家呢 在学习武术动作的同时 别忘了 老师的发声也很重要 因为你们的发声其实和 我们的无打远程之间是一个节奏的配合